延长大道合约 朝野领袖继续针锋相对 网民网上请愿要求敦马最迟5月交棒 到底有多少人连署支持了呢 华晓落不落时介绍绕一文单元 这两个州属的问卷结果出炉 詳細新闻内容 欢迎收看1月19号的百合大事记 晚上好 我是威敏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降低南北大道过路费且延长合约 继续成为在野党咬着不放的课题 对此财政部长林冠英反击国阵 表示前朝国阵政府以照顾私营公司的利益为先 当时把大道特许经营权从2018年延长至2038年 却没有做到降低过路费 反观 以民为先的西蒙政府 却能够做到降低18%过路费 因此财长要那些不曾降低过路费的人照照镜子 也希望人民会理解西蒙和国阵的不一样 但这对财长的说法 前首相兼前财长纳吉马上跳出来澄清 指自己任内没有涨价 还透过国库控股和雇员工资金局 从私人界手上全面收购南北大道公司 并且废除了三个收费站 而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尼可敏则指出 反对党在鸡蛋里挑骨头 他表明西蒙从未承诺一旦执政便立刻废除大道收费 相反的是会分两个阶段进行 也就是首先重新和私营大道公司谈判 以及在经济好转的时候 政府才会收购大道公司并且全面废除 首相马哈迪则认为 降低路费不会影响大道素质和维修 因为车流量将会提高 其他的收入来源还有广告等等 换个加点 一名自称拉迪法哈赛的网民 在Trendor发起线上请愿 要求首相马哈迪 最迟在2020年5月 也就是西蒙执政满两年的时候 交棒给公正党主席安华 请愿书上写道 我们发现现有的西蒙领袖作风 和执政超过60年的前朝政府 没有太多变化 因此我们相信 更换首相可以带来更好的改变 众所周知 马哈迪受委为首相属于暂时的 已让安华做好接棒准备 而安华早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现在任何借口都不能够成为 他无法上台的理由 根据了解 这份线上请愿书是在两个星期前发起的 近几天 签署请愿书的人数突然暴增了4000人 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中 警方配合农历新年安全行动16期间推出的 这个上网缴交交通法单 享有半价折扣的活动 昨天开跑 全国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阿兹斯曼指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一共有32,699张交通法单被缴付 收取了高达344万8910令吉的罚款 阿兹斯曼也表示 虽然网站的流量增加了 但目前没有接获系统瘫痪的反应 而还没有缴付罚单的这个民众 赶紧在本月18号至22号的转期间 透过以下两个网站缴清罚款 就可以获得折扣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 有六种交通法单不能获得折扣 分别是车祸法单 已经注明无法享有折扣的法单 法庭审讯中的法单 通缉令法单 加节安全行动法单 以及罗里法单 最后来关注 华站小教导扰医文课题 董总监柔佛州董联会主席陈大井透露 截至今天 全柔佛216所华小之中 已经有206所华小 交回了四年级马来尔文课 介绍扰医文单元问卷 并且一致表明反对扰医文单元 陈大井也呼吁 所有华小加协扮演好最后把关人的角色 切勿让扰医文单元过关 他指出 虽然有的华小四年级班 拥有半数或者是全数 一学审并且获得超过半数家长赞同加入介绍扰医文单元 但最终因为加协反对而无法过关 虽然加协是把关人 但陈大井表示 董总依然坚持要求政府将董事会 严纳禄决策单位 以免打开扰医文的缺口 令华小陷入危机 另外 宾威华校董事联合会主席李天龄也透露 宾州共有90所华小 除了威北瓜拉姆拉光域小学 今年没有四年级学审不必发问卷 其他89所华小 100%都不同意在学校落实这个单元 那么今天的大事机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